大家好,我是阿和 欢迎来到漫游以色列这个频道 在学完了所有字母之后 让我们来看看希伯来文的母音系统Nikku是怎么运作的吧 在这支影片里,我们将会解释希伯来文母音系统Nikku 注意一下,基本上如果是学现代希伯来文的人 不用记住这些东西 只要有个概念就好 需要的时候再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开始认识母音系统Nikku吧 首先,想要了解Nikku的历史 需要先认识一下希伯来文书写系统 最早的希伯来文系统称为Ktif Hasev 是只有利用子音来书写的系统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陀拉金卷 里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书写 但是因为这样的书写系统 非常难知道第一次看到或是不熟的单字如何发音 所以后来发展出Ktif Menukat 这种包含由不同标记符号所组成的Nikku系统 其可以标记出子音所搭配的母音 其主要是在童书、诗以及希伯来文语言学习教材上会出现 方便学习者能够快速得知其发音 但对于每天使用希伯来文的以色列人 标注母音标记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因此希伯来文语言学校制定了一套不用写你酷的规则 但有时需要在ALEF、HEV、U这四个字母 来强调其母音 这个系统被称为Ktif Malay完整书写系统 这个是目前以色列最普遍使用的系统 不管是在报章杂志、电视媒体、街头标志等地方 都是用这种方式书写 那我们用桌子Shohan这个字来看看 这三个书写系统下的差别 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这是Ktif Hasek 是没有标注任何母音标记 接下来这个是Ktif Menukat 可以看到它是用你酷来标记其发音 另外这个则是Ktif Malay 我可以看到为了表示 Shinh后面是接了U这个Sherum母音标记 所以加上了一个Valve 对于初学希伯来文的人来说 在刚开始看到一个字 需要先对看看Ktif Menukat 这个形式来确认发音对不对 借此来记忆单字发音 当累积了一定单字量后 就可以轻松的认出Ktif Malay 这个形式下的单字 Ktif Mal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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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行则是母音发音为A的母音标记 这一行则是有Zeret Skol Ktif Malay Ktif Malay Ktif Malay 接下来则是搭配U的发音为A的母音标记 Ktif Malay Ktif Malay Ktif Malay 接下来这一行则是发音为I的Hilik Malay Kti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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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 这两个母音标记 在下一行则是发音为O的母音标记 在这里有的母音标记则是Holam Ktif Mal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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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则是之前我们有看到的Shvarnach 这个是不发音的 这边A这个发音是利用加上U使其成为完整形 所以这边会产生这样的标记方式是因为最早期的西柏文用来标示母音的概念所产生 被称为阅读之母A motkria 因此声音变长成为Ai这个发音 在O里面这里有一个特别的Kmatz Katan 通常是出现在非重音且封闭音节上 但是因为出现率偏低 而且现代西柏文也不需要记母音标记 所以只要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就好 那边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想学习现代西柏文的人 这边的母音标记大概有个印象就好 不用特别把它背起来 接下来让我们来稍微说明一下 为什么同样的母音发音 会有好几个不同的母音标记 主要是因为在古西柏文中 母音原本是有三个长度 极短、短、长 所以在古西柏文里分辨这些长短音蛮重要的 但是如果是学现代西柏文已经没有差别 所以不用太在意是哪个母音标记 这在你习惯了西柏文独特的字跟系统后 就会慢慢习惯并且能够猜到是搭配哪个母音标记 接下来让我们先来介绍 之前有稍微提过的 许法这个可能是不发音或者发音为A的母音标记 首先让我们来看发音为A的许法那 其通常出现在音节起始处 另一种不发音的称为许法那 则是常常在音节结尾称为静音或不发音的许法 至于如何判别现在看到的这个可能是许法那或许法那 则有几个原则 首先第一个是如果许法是在音节的起始处 通常是要发音的 第二种情况则是有时候如果出现两个不同许法 连续出现在单字里的状况 第一个许法是许法那 第二个则是许法那 第三种情况是如果许法后面是接常母音 如Kamat,Zerek,Holam,Suluk 的话则是发音的 许法那 第四种情况则是如果许法是在有 Dakesh加重音符号的字母下是发音的 许法那 第五种情况是如果许法出现在两个 连续相同字母的第一个字母的话 它的第一个字母会是发音的 许法那 第六个情况是如果两个许法同时出现在字母 这两个都是不发音的许法那 另外这边需要特别介绍许法的原因是因为 喉音相关的字母 Alef,Hey,Hate,Ayn 不能够以许法的形式单独出现 所以当这几个字母出现在需要许法的情况下 会额外加入母音来辅助 才会在之前的表中看到不同的短母音需要搭配上Hataf来产生超短母音的形态 基本上如果你是想要学习现代希伯来文的人 这支影片介绍的母音系统大概了解看过就好 需要认字的时候直接对表不用特别背起来 看完这集之后整个希伯来文字母系列就结束啦 记得给认真看完这支影片的自己再次拍拍手 现在你已经对希伯来文字母超熟了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学习单字 进入希伯来文的世界啦 如果看完这支影片 有给你带来学习上的帮助 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这个频道 有你们的参与才能够让这个频道更加丰富 我是阿和 Let's learn to make life meaningful together 我们下支影片见